非常谢谢各位读者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那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现场聆听 关于婆罗洲的一个故事 那为什么这个题目设定婆罗洲的两种角度 当然是来自于两位作家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作家本人 张贵兴他虽然出色于马来西亚 但是应该是婆罗洲 然后创作非常的丰富 今年1月刚出版的二眼晨曦 那他上一本《野猪渡河》 几乎是得完了所有的文学的大奖 然后这不是第二部曲 但是是一个新的故事 那自己写什么呢 其实就让他自己来说 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跟他对谈的是 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年轻的小说家 一格言 然后一格言跟张贵兴 他们两个人写作风格不一样 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同样背景都是 他们都是书展大奖跟文学 台湾学金简奖的得主 那一格言的小说从过去到现在 风格上有很大的转变 然后其实得到文坛非常大的这个肯定 那我们今天活动进行差不多45分钟 然后会留下15分钟给读者QA 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就是作者张贵兴到 他时报的摊位D620给读者签名 那虽然就是有些读者可能买过的树银签名 还可以签一下你们的大名 那我们现场是不是热烈的掌声 欢迎张贵兴跟一格言 好请坐 那接下来因为他们两个之前 已经先就是沟通过 怎么要讨论什么东西 然后今天为什么会找一格言 其实也非常大的这个渊源 那我就把时间接下来交给一格言 喂 喂 老师那我先讲 我先讲就是 就是我最近在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贵兴老师的书 我想书展可能路过课也会不少 就是可能有些人也没有看过贵兴老师的书 然后我自己最近呢 我在脸书上面着迷一个社团 叫做野生蛇像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他是野生蛇像 像是那个就是相亲相爱的像 就是说那是一个社团 然后里面所有的人都在看各式各样的蛇 这样就是说 那个蛇就是他就是他家里可能住在山区 或者他家里住的稍微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都市 这样在台湾很多地方嘛 那然后大家就会照 就照片就照说 这条出现在 昨天出现在我家后院 然后我们把他赶走了 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那就是我就看得非常的着迷 就是每就是每题就是比较就是可能写了一段之后 觉得非常累想要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 我就看那个社团野生蛇像 那看着看着我就产生一种疑问 就是说就是大家知道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花纹吗 这些花纹在演化上面有任何意义吗 对我自己是个问号 那我还没有去查这个答案 我想就是他可能跟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可能有点像 或许他在演化上面是有他的逻辑的 但是我自己是就是目前依靠直觉 我是想不出来说就是这些蛇有那么多种花纹 你看蛇有到底有几种 我不晓得到底有几种 就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种花纹 那我们那些野生蛇像的社团里面的人在着迷什么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就依照我自己的经验去推断 我就觉得就是花纹很漂亮 大家知道有一种就是雨伞节在台湾是有的 那我现在讲雨伞节大概脑中 因为他太有名了 比如说他是知名肚子王 蛇里面的知名肚子王可能龟壳化或雨伞节这样 就是雨伞节他就是一节一节黑白色的 那有一种蛇叫做白梅花蛇 然后他是他长得跟雨伞节很像 但他的就是我是看那个社团才学会这个分辨方法 就是说他会对他而言 就是他可以假装成雨伞节 那别的动物就会害怕他 可能他的天敌就会害怕他 然后他一样是黑白色一节一节一节的 那差别在哪里呢 如何分辨白梅花蛇跟雨伞节呢 就是我的就是我后来学会 就是说白梅花蛇 他分节分的分到后面分到尾巴的地方 会分的比较不认真 他懂我的意思吗 就雨伞节从头到尾分得很认真 黑色白色黑色白色一节一节这样 但白梅花蛇前面分得很认真 一直到尾巴的地方 他就分就那个黑白就 黑白相间就会变得比较模糊 会有一些就是类似灰色的地带出现这样 对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哦 就是我就是我自己在看这么多蛇的奇奇怪怪的花文 我想先跟大家就是分享一段 就是我有节路 对不起我把口罩拿下来好了 每次都被 每次都被舒展的灯照的很不习惯这样 觉得非常刺眼这样 站起来好像稍微好一点这样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 就是说在贵心老师的前作 他的前作是那个野猪渡河里面 野猪渡河里面有很多种怪物 那这些怪物其实曾有短暂的出现在二眼晨曦当中 那我最喜欢的怪物是庞蒂亚娜 那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就是贵心老师这些 因为我自己读野猪渡河 以及二眼晨曦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是 就是可能贵心老师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同学都会跟他 就是他可能自己想象力非常惊人 然后同学也会跟他唬烂一大堆东西吧 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 就是说就是一堆 你就可以想象说一堆幼稚的小屁孩之间 彼此在传送这些他们想象中的听来的怪物 那我最喜欢的怪物就是妖怪是庞蒂亚娜 庞蒂亚娜我引用的这一段是也其实是野猪渡河里面提到的这样 他说庞蒂亚娜是马来女吸血鬼 是孕妇死后变成 现身时伴随着指甲花香和婴蹄 狗儿狂吠 以美女形象诱惑男人 杀害后食之 进食的时候会露出丑脸利牙 徒手撕裂男人肚皮 啃食内脏 凝烂性器官 随手丢弃 兼获攻击孕妇吃掉胚胎 讲起来是蛮恐怖的 还没有结束 他说兼获化成一颗头颅 悬空漂浮 内脏垂挂脖子下 大家想象这个恐怖场景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在想说这是伊藤润二吗 变成一颗头飘在那边这样子 兼获化成聚消 头部酷似人脸 惧怕镜子和尖锐的器物 以钉子小刀 兽牙竹签或尖装等刺其后颈 则阴阴哭泣 变成美女相消欲 他说惧怕镜子和尖锐的器物 他的弱点是害怕尖锐的器物 然后以钉子小刀 兽牙竹签或尖装 这些尖尖的东西去刺他的后颈 就表示后颈是他 后颈是他身体最柔软的一块 则阴阴哭泣 变成美女相消欲 我想说就是你这么可怕的怪物会吃人 然后会凝烂男生的性器官 然后你只要抓到他的弱点 用尖锐的器物刺他的后颈的话 他就会阴阴哭泣 然后变成美女相消欲 我就想说这怪物也太可爱了吧 他会突然发出可爱的声音这样子 然后再像类似这种 非常惊人的想象力 就是说非常惊人 而且非常斑斓多彩的想象力 会导致我们不晓得该怎么从 就是我们不晓得该怎么从 野猪渡河或是二眼晨曦里面折影 因为到处都是 因为到处都是 那大家看二眼晨曦的就是封面上面 书筆上面其实有一句 你可以说是广告词吧 他就是华文世界的马奎斯 那我不晓得该怎么说 反正这是事实吧 就是你不晓得那么斑斓多彩的想象力 是怎么来的这样子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我再跟大家读一段 这个就是 这个是在那个 这本新书二眼晨曦的第六章 他讲一个少校马歇尔少校这样 马歇尔少校咬着石南烟斗 和一批洋专家仔细研究野鸟和家猫尸体后 推测除了猎鳄者扔入河里的动物尸块外 因为鳄鱼会吃人 那就是他们 就是大家为了安全要去猎鳄这样子 推测除了猎鳄者扔入河里的动物尸块外 旺公开采金矿石使用大量的拱 经过山剑和溪流流入甘蜜河 此外农人在甘蜜河两岸 贯入大量化学肥料酸化土地 多余的蛋铃和甲流入甘蜜河 使鱼类中毒 使吃了鱼狮的鸟类和家猫遭殃 这个情形就像美国农夫 在美国中西部和北美大草原 农田喷洒淡肥和磷肥 没有被农田吸收的养分冲进密西西比河 经过路易西安那州流入大海 河水囤积的奇迹肥石 海藻使海洋藻类疯狂滋长 海鸟吃了寒神经毒素的枣滑后发疯了 再下一段是这样 50年代华商雇用的猎恶者把动物尸块扔到甘蜜河 尸块注射了氢化物 披霜老鼠药杀虫剂 从毒鱼疼提炼出来的鱼疼筒 就是刚刚这一段的解释 没有毒死半只小鳄鱼 但毒死甘蜜河一半鱼类 让吃下鱼吃的家猫和野鸟陷入半疯癫状态 苍鹿 罐 鱼狗 犀鸟 啄木鸟 喜鹊 乌鸦 老鹰 攻击云洛人和甘蜜河两岸的居民 一头犁牛被啃得剩下一堆骨头 一个菜农的眼睛被灼瞎 只是讲说这些 听起来好像蛮环保的 就是这些动物吃了重金属中毒之后 就是变成一个半疯癫的状态 那我这里还折音很多段 我觉得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 让大家听一下贵心老师 因为这些东西 我自己在读这些小说的细节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一方面觉得非常惊叹 一方面同样觉得满头问号 就是说 因为我不晓得该相信它到什么地步 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像这一段 因为很环保所以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但是我就想起来我表哥 我觉得这是我 我表哥小时候也常常骗我 就是我觉得 可能小说家 因为常常被骗的关系 就是长大之后就会想要骗人 不晓得贵心老师就像我刚刚讲的 是不是他的同伴 他的从小的玩伴都跟他唬烂一道都有没有的 我的表哥也常常骗我 我表哥有一次 我记得非常清楚 也是他骗我那个统一布丁 最底下的那个 就是那个焦糖的部分 那个黑色的焦糖的部分 他骗我说那个有毒这样 我从此以后吃统一布丁 都非常的害怕 那我也忘记什么时候我才觉得 觉得我表哥在骗我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先请贵心老师讲一下 这些华丽的莫名其妙的想象 以及他小时候是不是常常被骗这样的问题 谢谢 非常谢谢格言 讲得这么精彩 我都希望你继续讲下去 45分钟过后我就鞠躬下台 刚才格言提到蛇 各种动物 或者说我小时候 是不是经常被人家忽然 听了很多 不是那么真实的故事 的确也是如此 各位如果有看过 野猪渡河这本小说的话 那么我当初写这本小说的时候 是来自于我父亲的一个故事 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我大概很简单的讲一下 大概在1911年日本人 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那么我父亲和母亲住的那个地方叫猪八村 听说日本人要来了 那么年轻的女孩子马上结婚 因为听说结婚以后 日本人就不会抓女孩子去当未安妇军纪 我的母亲那时候十六岁念小学四年纪 我的父亲大概二十岁念初中三 那个时代有书念就不错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超龄入序 那么听说鬼子要来了就不念书了 那么我父亲这种二十岁的年轻力壮的 英俊孝杀的男子到处去相亲 那有一次他到茶馆里相亲 跟一个非常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相亲 这个女孩子一头乌溜溜的长发 那么比较奇怪的是 他把他的长发梳下来 遮住了一半的脸 几乎是一半的脸 遮住了 只露出了一只非常神秘的 美丽的灵魂之窗眼睛 那我父亲在没人的陪伴之下 跟他聊天 聊得非常的同情 那我父亲对他的印象也非常好 那我父亲跟我说 就是他了 就是这个女人了 那这个时候大概是七月八月 那七月八月在东元亚会挂起西南风 很强烈的西南风 那这个时候从窗外挂起一阵西南风 非常强烈 就把他的头发吹散了 那露出他右边脸上 一块非常大的 那个墨青色的胎巴 几乎遮住了半张脸 那各位可以想象这个情况 父亲本来是非常浪漫 这时候从这个很浪漫的电影 变成了惊悚的电影 那父亲就吓了一大跳 那么他和这个胎巴女的姻缘 从此就结束了 那后来他就跟我母亲结婚 也是没人的介绍之下 那才有了我 如果他跟那个胎巴女结婚的话 我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这个命运也很神奇 日本人来了一阵风 让我的父亲有一种不一样的命运 那么我记得 我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跟我讲这个故事 至少两遍或者三遍 那小学时代 那么每次我跟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人就存疑了 这个存疑最大就是黄景树 他一直说 这种故事他听过很多 都是胡说八道 他不太相信这个真实性 但是我父亲是个非常老实的 一个木匠 我觉得他不太会吹牛了 那么我的很多朋友 也问我说 你去回去问问你的亲戚 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那刚好今年 今年的1月14号的29号 我回去了一趟我的故乡 我已经快十年没有回去了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那我到处去打听 包括我的哥哥 我的还活在世上的一些长辈 我问他们 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 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唯一听过的就是我跟我的弟弟 因为当时我父亲是跟我的弟弟说的 那么这种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 我觉得非常的 我是相信我父亲的 我不觉得他会变出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我小时候很喜欢听长辈讲故事 包括我父亲讲过的非常多的故事 不止这个胎巴女孩 还有在日本时代 他遭受到的一些压迫 伤害等等 因为这个不在话题之前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我顺便提一下 这本小书出来之后 还没有出版以前 就寄给黄景树看了 那么他写了一篇书品 那么这篇书品 他说这个小说 字以敬意不可嘉义 字就是那个字 字以敬意不可嘉义 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 那黄景树提出了一个 在我看来也蛮有趣的概念 我就根据这三个关键字 来谈一下 这个字 这个字在三代的甲骨文 它的形象是一只见从很远的地方 射到了地上 落到地上 表示已经到达了 它的本意就是到 到达的意思 也表示已经到达了终点 或者也可以延伸出 一件事情完成的 正在处理或者进行另外一件事情 那敬这个字 在三代甲骨文 它的形象是一只手 拿着一个刷子 在刷一个器皿 那个器皿的饮食 已经喝完了 吃完了 所有的骨头啊 残渣都已经被填光了 没有任何东西了 表示已经到达了极限 那不可嘉这三个字 这我看起来可能有负面 和真面的意思 它的真面意思说 你这个小说已经加了很多东西 够了够了 不要再写下去 那负面就说 你加了太多的东西了 不可嘉 不可嘉 已经膨胀了 爆炸了 那么大部分人把我定位为马华作家 我对这个没有意见 那我在书写婆罗州的时候 我的故乡 我对华人的这种移民史 脱荒史或者奋斗史 已经感到非常的疲惫和厌倦 那这种成年的往事 虽然牵扯到我的命运 但是它是无可改变的事实 所以在我在英亮 二眼晨曦这部小说的时候 我的早远点是用生态史去写一部小说 并且推展人类未来的命运 那婆罗州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印象不是很深刻 也不是很了解 婆罗州从这个很早以前 从这个蛮者博弈时代 到文来帝国时代 一直到英国人统治的布洛克时代 到日本人占领时代 到英国殖民时期 一直到分裂或者分赃成 马来西亚 印尼和万来三个国家 它的很多的细枝末节是 故意被隐瞒和特意隐藏的 其中包括了18世纪 华人在婆罗州的西南部 建立的两个华人的王国 它存在的大概有一个世纪左右 一个是南方共和国 一个是大叶王国 包括1960年代华人的左翼分子 因为发起独立的武装斗争 包括1965年印尼的反共和反华大屠杀 那么这些都有带历史学家去梳塔 跟考证 那我的小说的招远点 不是在这一点 刚才说过 那婆罗州 它是世界大 第三大的 世界第二大的雨林 每一年 全世界生产的木材 有一半来自婆罗州 但是婆罗州从1980年就遭受大量的焚烧跟砍伐 在2008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政府在沙拉越 也就是婆罗州的北部 建立了几十个数十个发电厂水坝 利用水资源来发电 那透过伐木 水利发电厂 和各种资源的采伐等等 那婆罗州的原始森林遭到很大的破坏 那植物的跟生物的多样性 也大量的受到破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申请了写一部跟生态有关的小说 小说里面提到 1815年和这个无夏之年有关的一次火山大爆发 还有地球的五次大灭局 还有所谓的宇宙的起源 都是一种至和静的呈现 没有比这个更极限 更毁灭性的情境的 那么这个至跟静 黄景树说的至跟静 如果指的是文字的操作 那么我认为 比起我前面的几部作品 我已经进了非常大的客制 如果指的是情节的推演 我觉得还不够致 不够近 推演的不够深 不够远 还可以再加上去 我大概说到这里好不好 OK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景树老师 就是刚刚提到 就是 景树老师 不是景树老师 就是我们提到景树老师的一篇书品 就是发表在文讯上面的书品 智与 智与 静与不可嘉义 我自己完全能理解景树老师的感觉 就是说 就是 就像我刚刚一开头讲到说 你去问那些蛇 说你为什么长这么漂亮的花纹呢 就是 就是为什么又变出新的花纹来呢 为什么还有更漂亮更繁复的花纹呢 你有时候也会想跟他讲说 智与 静与 不可嘉义 好 那我这边一样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二眼晨曦里面的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 这个 正好就是老师刚好提到的一段 那个就是火山大爆发的一段 那这一段我特别 个人特别想问老师就是说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 真的好这样子 好 那我念给大家听 希腊气象学家 泽雷福斯 透过世界文化 研究火山爆发造成的 全球大气变化 气候影响画风 中国江南的多雨湿润 形成的迷离闪烁 造就山水化的点子群 我不晓得这个字是不是念群 我不太确定 而北方的干燥 形成的清明 狼爽 造就山水化的浮沼痕 泽雷福斯 搜集181位画家 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 筛选出 透纳等5位画家 日落创作时间 和火山爆发年代 相同的作品 测量画家 描绘晚霞的 红绿颜色配比 计算大气中 粉尘含量 电脑模拟 未来气候变化 英国最杰出的 光之画家 透纳 创作时代 经历三次火山爆发 1815年 印尼坦伯拉火山爆发 1831年 菲律宾 巴布延克拉 罗火山爆发 1835年 尼加拉瓜 科斯归纳火山爆发 透纳作品中 浓郁的霞光和颜色奏变 伴随三次火山爆发年代 太扯了 沸腾的云 爆裂的日光 搔样的荣江 烂灼的天穹 静默的斜海 呼啸的裂风 波洒在透纳 1817年描绘坦伯拉火山爆发的水彩画上 比起炮生隆隆四亿多年前 引起奥陶纪大灭绝的火山活动 上述这批火山爆发 只是打一个小格而已 而白俄纪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音爆 媲美50万座 卡拉卡托火山同时爆裂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就是可能读过我的一些小说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韦知识的人 那我就把伪知识放在科幻小说里面 我的小说里面也有一些 类似这样子的伪知识 那但是就是 我相信有人 有人看我的小说 可能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想 就是说这太扯了 那我自己在看 老师写了这一段的时候 就在二眼沉袭里面 就是火山爆发的年代 会影响我们看到的黄昏 讲起来还蛮合理的 就是但是画家可以研究出来 我觉得这一点实在太扯了 大家知道高纬度的 就是比如说你去住在加州 或者你去住在美国 通常你看到的晚霞 以及黎明会比较漂亮 那为什么呢 这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高纬度的地方 它阳光经过的大气层会比较厚 我不晓得就是大家 有没有办法想象出来 你自己去画一颗球 在低纬度的地方 如果阳光是这样照的话 经过大气层比较薄 那在高纬度的地方 就是这颗地球的高纬度的地方 那阳光照过的这一层大气层 经过的会比较厚一点 那所以它的黎明跟黄昏的变化会 就颜色的变化可能会比较反复 因为这中间经过比较多空气的折射 或是空气的隔绝 空气中粉尘或是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你如果没有原先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你读二眼晨曦 我觉得你一样会觉得说这个太扯了 然后这是就我们所知是马葵斯也没有这样做 马葵斯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 马葵斯你会看到就是一个 在马葵斯比如说在百年孤集里面 他当然也有很不一样的作品 比如像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易相课》 《易相课》基本上大致上是写实的 那像在百年孤集里面这类 以魔幻写实著称的马葵斯的作品里面 你会看到类似血 一个人被杀了 但是他的血想要流回他的家里面 就是流过整条大街 然后就穿过这个马康托小镇 流回到他的家里面 那或者是你看到一个人 就是在晾床单的时候 因为风很大的关系 所以他抓着床单就飘上天空了 我觉得被称之为魔幻写实是因为 就是我们看百年孤集的这些片段的时候 你会觉得OK 就是我是在享受一个虚构的富力多才 虚构的快感 在我觉得像刚刚看到的 就是庞帝亚纳的故事 就是刚刚念给大家听的这种妖怪的故事 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在享受这些苦难 或者是这些 这些就是想完全是想象力的奔放 什么叫做想象力 想象力的展示 他的武器展示 火力展示 但是你遇到伪知识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他挂在一个就是一个理论里面 挂在知识里面 你真的会就是完全搞不清楚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就我的印象就是我在读猴杯 或者我在读就是前一本作品 野猪渡河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 我的印象中没有看到这么多伪知识 那所以我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我很想问一下就是说 老师的这一段 刚刚老师说是真的 那在这整个创作过程当中 有没有那样的一刻 或是那样子的一个历程 让贵心老师觉得说 我想要去写一些 类似伪知识这样子的东西 非常谢谢格言 我一直听他讲 我都快忘了前面他讲些什么 刚才他提到马魁斯 这个书本上面的那个什么 什么华文的世界的马魁斯 他绝对是广告词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他 我自己也不相信 那说到马魁斯 我倒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马魁斯在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 有一年他去日本访问 那么他一下了飞机就跟日本的记者说 日本有一部电影他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就是已经过世的黑泽民的红胡子 那是黑泽民最后一部黑白电影 那我听了以后我非常惊讶 据说马魁斯至少看了六到七遍 那我在大学时代 因为我是学医股长 我办了一个文学跟电影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类似的一个组织 那我时常放映跟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 那当时没有网路 我们是跟西门丁一家西院的老板合作 我们就问他说 你有什么样的电影 跟是小说改编的 他给我们看了几部 像那个 《卫廉歌丁的苍蝇王》等等 或者是《窗外有蓝天》 这些电影 那后来看了 都已经没有什么存货了 他说我们这边有一部电影 黑白电影 就是黑泽民的红红纸 非常精彩 你要不要看 那我就问到时候 我知道黑泽民曾经改编过 莎士比亚的电影 那是后期的 我问他说 这部电影跟文学作品有什么关系吗 他说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要看你们就过来 所以我们就去看了 那我看的时候 都非常的震撼 当时我看了 就一直对这部电影念念不忘 那到了网络世代 这个影带就非常流行 我透过网络或者影带 也重复的看了好多遍 那么黑泽民跟马贵斯 到底有什么相较的地方 你看黑泽民的那个电影 如果你看过梦这部电影 你就知道多么的华丽 那黑泽民其实他也受了 莎士比亚的影响 包括他改变莎士比亚的 马克巴还是蜘蛛朝城 还有狸尔王的乱等等 那日本电影 我最喜欢的两部 一个就是红胡子 另外一部就是 宫崎骏的红猪 两部都跟红有关 这个红猪 好像中年人会特别的喜欢 OK 刚刚隔夜问到我 尾知识的问题 有时候我不太喜欢探讨这个东西 我就很自然的把它 纳入我的小说里面 我很少去思考这一类的东西 有时候我写这个二眼晨曦 当然它的原因非常的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是看了一个科幻短篇之后 才想到要写 二眼晨曦的这部小说 当然这其中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科幻短篇就是 以上爱惜魔夫的 The Nightfall 夜幕低垂 或者翻译成夜归 那么这部小说 是根据美国的一位作家 他在他的自然论 爱莫生 自然论里面的一段文字 那段文字我在序里面 有特别把它提出来 那段文字是说 如果苍蟲凡心 千年仅得一见 试问世间凡人 世间的凡人 应该如何的赞叹 和膜拜 并且将这神秘天国的记忆 千秋万事的流传下去 那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不是每一个晚上 都可以看到新夜 看到凡心 而是一千年只看到一次 那么我们就会非常的珍惜 跟赞叹 这个新夜的美丽 璀璨 和宇宙的浩瀚 那么在1941年 好多年前 当时只有21岁的 以赛爱希莫夫 他是科幻大家 他根据这段文字 写了这篇小说 Nightfall 夜幕低垂 1968年 美国的科幻跟奇幻 作家协会把这篇小说 票选为最佳 史上最佳科幻短篇小说 那么这个小说 他描述 在非常遥远的时空的一个银河系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电影 这个星际大战的开场白 开场白有一段英文文字 A long long time ago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非常非常远的银河系 那有一颗叫做凯歌的星球 它被六个太阳环绕 这六个太阳根据不同的周期 此起彼落 中年累月的照耀着凯歌这个星球 那么凯歌星球的居民 从来没有看过黑夜 从来没有看过 要经过2049年 2049年 这个数字大概大家应该很熟悉 2049年之后 才会出现日式 那凯歌星球 才会出现很短暂的黑暗 只有数小时的黑暗 那么凯歌星球的居民 才会看到满天的繁星 也才会体会到 宇宙的浩瀚 和自身的渺小 那么历史学家 根据过往的经验 他们认为 每当凯歌星球 堕入黑暗的时候 堕入那数个小时的黑暗的时候 凯歌星球的居民 因为恐慌 暗无助 就会陷入一种疯狂的 这个 人性败坏的 一种状态 那么火苗跟风烟 就照亮了黑暗的凯歌星球 好像进入的 一种原始世代 跟末日的氛围 也延伸出 每隔249年的 动乱战争 刺激的阴灭 和文明的溃败 那么这个小说 让我想起了 我们中国古代 后裔 色日的传说 也让我想起了 大英帝国在全盛时期 在全世界拥有五分之一的土地 那么 太阳在24个不同的时期 从来没有落下 一直到二战之后 大英帝国的 这个光芒才慢慢的 熄灭下去 那么我 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沙拉越 他从1811年 一直到1963年 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 跟殖民地 那后来英国为了 它的影响力 跟自身的利益 他们强势的把新加坡 沙拉越跟沙巴 和马来亚 组成一个国家 叫马来西亚 也引起了沙拉越 当地华人的 左翼分子的武装斗争的抗争 那么左翼分子 跟英国的武装斗争 不是小说的重点 我的重点是 透过两颗钻石 跟英国王冠的仪式 那铺演一场 这个环保的 生态的 气候的剧场 也透过人心的败坏跟阴暗 延伸出 一场 这个接近 这个地球大毁灭的 末日的氛围 这是我 写这个 二眼沉溪的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因为 总等的原因 也可能因为是 光害的原因 我们现在很少去 抬头看 满天的繁星 我在婆罗州 生长了二十年 我每天都 晚上都看到 非常美丽的繁星 有时候 我看了看了 不忍心睡觉 我就躺在阳台上 看着那个 满天的繁星 就这样子睡着了 我们如果 偶尔抬头 看一下 这满天的繁星 除了陶醉在 那繁星的 璀璨美丽之外 或者也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宇宙的浩瀚 跟人类的描写 也顺便思考一下 我们人类 在不知 不知之间 对这个星球 所犯下的 无以弥补的罪行 我们都是共犯 因为我们都在毁灭 跟摧残这个星球 OK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包括那只鳄鱼 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用鳄鱼 为什么我的 小说里面 都有什么猪啦 像啦 动物这个东西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到此 说到此 好不好 谢谢 好 我觉得就是 你要看 就是你要感觉 人类的描效 你可以去看 满天繁星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看张贵心的小说 就是 我觉得你也会感觉 人类的描效 这样 因为实在是太复利 繁复了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同样是我折引的一段 反正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马歇尔少校 马歇尔少校 就是他发掘了 就是一个 三万五千年历史的头骨 就是我有点忘记 他到底是在哪里找到的 还是 总之反正他就把 就是一个少女的 三万五千年前的少女的头骨 这个剧透应该没关系 就是他偷偷跑 把那些头骨拿去土耳其 找那种雕烟斗的师傅 请他把那个头骨做成烟斗 那从此以后他 就是抽烟斗的时候 就会做春梦 都可以跟三万五千年前的少女 在梦中相会这样子 那做烟斗这一段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之精彩 那念给大家听 他说经过大师 就是土耳其的大师 经过大师巧手处理 少女头盖骨也可以拥有上述特质 但需要半年时间 而且价格不非 上校听完后 兴奋的浑身颤抖 临走前 大师问少校 抖锅的雕刻图案 价格要看图案的 複杂或简单 一个女人丰满的大腿 一个少女的肩挺乳房 或是一双分不出是 猕猴或人类的眼睛 少校想了半天 一度想让大师雕刻 一个东方长发少女 但觉得太高调 请大师在直视烟斗雕刻 婆罗洲地图 湾式烟斗雕刻一只蝙蝠 和一只金丝燕 以少女头盖骨制作的 两柄烟斗 外观和海炮石烟斗 没有两样 海炮石烟斗 就是烟斗的正确做法 就是少校使用的这种 是烟斗的变态做法 他说 一般海炮石烟斗没有两样 非但如此 抽搐一段时日后 在烟油和手汗内外共同作用下 它会渐渐从原来的白色 变成深邃和高贵的中金色 让它看起来更像海炮石烟斗 即使烟斗行家 也察觉不出差异 严格说起来 根本没有差异 数百万年前和三万五千年前的化石 只有放射碳察觉的出来 这句写得非常急歪 少校第一次抽两柄烟斗石 晚上就梦见深颅骨少女 就是这位三万五千年前的少女 骑在自己身上的春梦 但梦境破碎而阴森 少女的胸部像戈壁 下体像流动的沙漠 舌头像屁刀刮在少校胸口和脸上 唯一看清楚的是 深颅骨的内炉弥漫火焰 就是这个头盖骨内部都是火焰 七窍喷出烟丝 上下汗骨张开 发出咔啦咔啦的咀嚼声 那接下来是 这一段 等一下再念好了 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念 总之就是 我觉得读二眼晨曦 也会让人感觉自己的渺小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比较理论性的看法 就是从就是 宣称 张贵欣是华语世界的马葵斯 这句所谓的广告词说起 这个绝对是广告词 不要相信 老师要纠正我 这样 我不敢反驳 那我其实心里不同意 好那就是应该说 就是贵欣老师的 贵欣老师的繁华富利名 马葵斯更厉害了 这样子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的这些文豪们 就说 他们如何超越写实这件事情 就是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 因为我想到一些 我很喜欢的一些写实的文豪 就你不会在他们的作品里面 看到魔幻写实 不会看到像马葵斯这样的东西 不会看到像张贵欣这样子的 伪知识 或者是富利繁华到 我们觉得大概不是真的的想象 就是纯粹想象力的一种按摩 像想象力在按摩你的脑皱褶的 这种感觉 你不会看到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 这些写实的大师 像是 比如说像是红柔梦 比如说像是勒卡雷 就是写间谍小说 那位英国小说家勒卡雷 那比如说写 雨果我也很喜欢 像写 《悲惨世界》 就是《钟楼怪人》这样子的 的作品 还有类似奇瓦哥医生 那如果一问我自己的看法的话 我自己会 我自己会讲说 就是长篇写实小说 如果你是写实的话 我看到的比较两个巨大的方向好像一个是虚无一个是崇高 虚无的话就像红柔梦这样子就他往虚无方向走 为什么呢因为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看了一个大家族的那么漫长的故事你难免觉得虚无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讲 当然小说家本身也会把它向往虚无方面这样去写 比如说像《红楼梦》 他就是到最后跟你讲说一片白雪落落了就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样子的一个虚无的一个一种感叹那另外一种像是崇高我觉得就像是悲惨世界这样他刻画一个用一个漫长的篇幅告诉你一个圣人或是所谓的神圣所谓的神性是如何产生的他在写实当中发展出来虚无以及崇高这样子的东西同时把它做到极致那这是写实类的巨大的小说 写实类的巨著那同时呢为了超越所谓写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在文学史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他做了一些别的花招就他不再写实了他做了一些写实以外的花招其中一个是用逻辑和议论那比如说像是我觉得像昆德拉或像菲利普罗斯就是这样子那我自己也有做这方面的尝试那有一种是 就是这逻辑方面的尝试如果再发现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就会你可以说为之事也是类似这一块我个人的感觉然后有另外一路就是像我们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像马魁斯跟张贵心跟洛宜君就是他们有华丽的 然后同样是魔幻的这样子的一块用这种方式去超越写实这样的东西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方法像科幻或奇幻 也都是另外一种做法然后科幻跟奇幻他可能就每个就是每个作家发展出来的又不一样科幻也可以结合伪知识或是科幻可以结合一个根本就是逻辑跟我们现在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科幻跟奇幻比如像在波赫世身上是这个样子那我自己也会在写小说的时候 我也会希望做这样子的尝试那但是像在我觉得像马魁斯跟张贵心的这样一路这样的一条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在侯碑以前看到的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比如说把张贵心老师的一个非现实的语林我猜婆罗洲真实的婆罗洲应该没有这么多才有趣那是想象力的暗门 才让他变得更有趣那这是一路但是我会觉得在跨越从侯碑以及之前的作品跨越到二眼晨曦的时候所以我刚才问老师那个问题老师是什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经济是什么样的过程想就是他会做伪知识方面的尝试以及做某些好像没有那么科幻但是又有点科幻的尝试这样子就是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如果是一个比较逻辑的理论上的发展的话我会觉得我会跟人家分享这样子的东西那我就不晓得老师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又想要反驳我又想要否定我或者是有他自己的看法这样 是我今天请隔音来就对了你可以继续讲下去时间到我就可以走人了 刚才提到的《红楼梦》这个小说我在高中的时候也非常的迷恋这部小说那迷恋到什么程度呢 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还在马来西亚我在我的家里的花园不是很漂亮的花园乱七八糟的花园坐在一张堂椅上下午的时候在看《红楼梦》看一看就睡着了结果就真的做了一个《红楼梦》什么样的梦呢 说起来也是很很奇怪用他的讲法我梦见自己变成了贾宝玉 然后走在大观园里面我知道那个是大观园非常的漂亮 可是大观园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我非常的寂寞 但是我隐隐约约的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那种失足之声 还有那种女孩子的欢笑之声 我心里就想好啊你待遇啊宝钗啊 你们躲起来玩都不来揪我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就一直找找到满头大汗突然就醒过来了 那是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做过这么一个《红楼梦》 刚才格言提到的所谓的伪知识或者等等 我刚刚讲过我其实没有多思考这个问题 那年轻的时候我倒是跟格言一样看了很多的所谓的这种写诗的小说 特别是和战争有关的一些小说 包括非常大铺头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雷马克的《西千五战士》 还有《红色英勇勋章》 还有《海明威的战地春梦》 还有《第22条军规》 包括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像《亨利十四》和《亨利五世》 那么那时候非常年轻 读的时候就觉得在这种大环境的障碍之下 人心的波动跟巨变 那么各位可能看过钱宗书的一本长篇叫《围城》 《围城》写一群书生 我的故事 那么这本小说其实就是战火下的产物 虽然你通篇小说你闻不到一点烟消味 它事实上就是战火下的一个产物 那么在我自己看来 它是写战争小说的非常高的境界之一 不是完全之一 那么后来我自己写跟战争历史有关的小说的时候 我就想我应该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不应该尊贤前辈们写过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想到了刚刚格言说的 这非常超现实的 非常魔幻的 可能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些场景 这个我觉得是写小说的一种乐趣 刚刚讲过这个 我书写沙老月的时候 因为沙老月的历史是混沌不明的 是断断续续的 很多单一的事件 在历史跟时代的 拘留的冲刷之中 它是流逝的 没有定位的 这么多年下来 这些历史事件 正因为这些历史事件是那么的模糊不清 也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正是小说家进场的时候 如果再有限的 少量的 利用这些有限的少量的史料 去建构我的小说的书写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样套上一个想象的空间 让小说的书写更真实的呈现呢 那么这一点也是 婆罗洲给了我一个非常充分的养分 那婆罗洲是一个充满乡野传说的地方 也是格言说的很多小弟孩 还告诉你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 那么这些乡野传说 它很厌史很蛮欢 很血腥也很暴力 他非常的神鬼 但是流淌在每一个人的邪义中 他背离现实 但是又那么的贴近现实生活 他是一种禁忌 也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生活规范 更是当地人长久累积跟音量出来的一种信仰跟智慧 那外地人看这些乡野传说的时候 他们会存疑或者是藐失 像格言一样存疑 不过在当地人来说 他可能就是一种金科玉律 不过在我个人看来 这些乡野传说 比真实的历史事件更真实 所以我就突发奇想 异想天开 把这些野史跟传说 当作真实的事件去铺城 把那种上代考证的历史 当成一种野史 这当然不是很好的一种操作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 我找到了一种书写的乐趣 因为那给了我很大的想象的空间 也让我建立了 我个人的一个婆罗洲的世界跟事观 那么这种颠倒虚实 把野史当正史 把正史当野史 也就没有所谓的 警诉所的至或者禁 它是无至无尽的 也就没有什么不可加跟可加的 因为它是 它是无限宽管 任由你去怎么想象都可以 OK 我暂时回应到这里 谢谢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下一场活动就要开始了 那这一场活动 就是我们非常感谢台下的读者 还有感谢台上的伊格言 还有张归星 谢谢 那 除了买张归星的小说之外 其实也不要忘了去买伊格言的小说 他的小说 在麦里亭跟联合文学都有出版 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今天活动到此为止 非常感谢